然后写一定写在模组 对应该还应该没问题 模组 然后上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就这一个 那再来就是回圈 输出到哪一个范围 里面的话就把公司丢进去 最后呢做出这个按钮 所以应该步骤的话 其实不外乎就是 一二三 三就这一个 四的话就是回圈把它写一下 五的话你就把这一个公式输出 然后也许你就一个之后 你可以把它复制两个 然后再把这两个按钮做出来 就完成了 大概的步骤 不过 也是可以 但是我讲过了 我的步骤就很 我自己习惯 我就习惯这样 但如果你有别的步骤没有关系 但前提是你不要乱掉就好了 你不要一下这样子 一下这样 一下这样 最后搞不清楚 我最怕是这样子 也是可以啊 只是说自己要习惯 是没有 但是你不要自己 就是因为很多步骤 最后哪个步骤都搞不清楚 或者说会漏掉某个步骤 那就麻烦 OK 我自己的习惯是1234这样 OK 然后最后的话就增加按钮 然后把它做执行 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用录制聚齐 因为我在云端上 其实我也有讲到 之前有讲到 你可以录制 把刚刚的东西录制 那只是我觉得好像录制聚齐 前面错过 而且其实录制聚齐就很单纯 就是这样子 所以也许你们就自己练习一下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一个将来如果说 我们这个列数 现在是固定写到 4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可是会有种情况 就是说你的列数会增加或减少 比如说像这边 我把上面这四列好了 假设我要重复 只是我们只是为了练习 把它贴 所以贴过来之后的话 变成到十四列了 那十四列 如果你按照刚刚的程式来撰写的话 它只会跑到十 那底下就没有 有没有 清除的话 当然也会清除到十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将来 我的这个范围会变动的话 那当然我这个数字就不能固定 你不能说我现在改14 这边也改14 那下一次如果又增加的话 那你岂不是又一直改吗 永远改不完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这个地方我会用追踪的 那怎么追踪呢 基本上就是逻辑大概这样 我先找一个这个储存格 当成是我要追踪的起始储存格 一般的话会从A1或A2 然后你可以按下 Ctrl向下 他会自动追踪 那我们如果要追踪到最下面 Ctrl向下 他会最后我希望他第一个动作 Ctrl向下 第二个动作帮我把这个14的数字 帮我返回 返回 丢回来给我的话 那我的程式撰写 特别注意 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嘛 那我大概把重点写一下 第一个就是告诉他说我固定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一般用Range 如果在回缺里面跑的用Sales 那个储存格叫A2好了 你刚才讲 而且记得是一定是文字 OK Range里面 如果你要指向固定的那个位置 你就用Range 比较OK 但你这边也可以写Sales 不过Sales相对的比较不好表达 你变成2.a 其实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Range会比较好表达 OK 然后再来的话 向下追踪就点endend 有没有 还有印象 end然后前刮弧之后 你用选的选 不好点到 你可以用上下左右键 我用往下 然后找到什么 向下是xl 然后刮弧 这个时候意思是说他会向下追踪了 那向下追踪之后 请你帮我把什么 把那一列的列名 列的那个数字告诉我的话 那你就直接打一个Raw 点Raw就可以了 OK 那他就会帮你把那个 点Raw意思说 把这个14的这个数字 帮我把它丢回来 所以14就帮你丢到这边来 最后的结果就14了 OK 那我们把它这边执行 OK 这样的话就追踪 那一样的方法 把这边的一样把它贴过来 这样就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像刚刚会跑到这边停 现在不会 清除的话也不会停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行虽然看起来很短 但是很重要 因为以后只要是你的范围变动的话 那可能就要加这一行 除非是固定的啦 不过通常你的资料里面应该都变动的机率会比较大一些 OK 这第一个 如何针对那个变动的范围 加一个追踪的叙述 OK 这个可能要记 好 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我丢的话呢 不要是丢公式 因为目前是把公式丢 好啊 清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按下去呢 它不是丢公式 它是丢在VBA处理完的结果 相对的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之前讲过嘛 我们之前有一个用那个VBA里面有个format函数 本来用本来用test函数 那VBA里面它不叫test函数 名称不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像这一题啊 里面用fine函数的话 但是VBA可能名称不叫fine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用哪一个函数 怎么写 基本上的话我的习惯是 要不就拿这个来复制 然后一样再贴一下 OK 然后名称就把它改一下 其实不用重新再插入程序 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有一个按钮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程式里面要不要改很多地方也不用 基本上回圈都固定的 只是差别就是说 你这底下的公式 这里面的东西其实不用 因为我们不是丢公式 所以基本上习惯是把这个把它删掉 那但是后面不能没有 所以其实就把它丢一个清除 Enter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如果要在VBA里面写的话 就有点像把刚刚那个公式里面逻辑 这个有没有 把它再带一下 寻找 那可是VBA里面怎么寻找呢 特别注意 这个VBA里面寻找呢 它不叫fine函数 它叫VBA. VBA. 它的名称 换一个它不叫fine 它叫IN STR 它叫IN IN的话在那个STR 是trim的缩写 所以在那个字串里面 帮我找 有没有某一个字出现 前刮魂 可以跟他讲 OK 那他一样 其实他规则跟fine有点像 只是说呢 刚刚的fine函数 是先给前刮魂 再去哪边找 那instry刚好颠倒 所以呢 你要先跟他讲说 你帮我去哪边找 再找什么符号 OK 所以基本上 去哪边找 跟他讲 去 那个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去前面这个储存格 所以 前面这个储存格的话 我们就跟他讲说 ID的A栏 A栏里面的话呢 再逗点一下 第二个帮我找什么呢 找那个 前刮魂一下 OK 这样子 但是特别注意 他会帮你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 你要有一个地方给他存 储存起来 在e-sale里面 可以放储存格里面 可是VBA里面 特别注意 你可以放个变数 所以前面的话 多一个A 等于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找到的位置 3 先放在这个A里面 给他就帮你放进去 所以我前面 特别强调 这个等号 不是算完的结果 是说把后面东西 先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假如说 我们找 找这个的话 他就3 所以把这个3 丢到A里面去 然后 可是问题 如果像A2里面 没有的话 他回来就告诉你说 A等于0 0的话 意思说找不到刮户 OK 然后再来 我就是一样的道理 把A这一行再复制一下 因为我要找后刮户 所以我要贴上 变数名称我换一个 另外后刮户的位置要B 然后把这个后刮户的位置 再把它加一下 后刮户 意思说 找到前刮位置是 假设以这个来看 3 这个找后刮户的位置是9 OK 所以A跟B里面就放他找到位置 如果找不到就0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再把资料切割 所以 这个要丢到这边来的话 你可以用VBA里面 切割的话 刚好名称一样 也叫MID 所以用法一不一样 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牵刮户 跟他讲说 我切割的话 我的字在哪里呢 一样在那个A里面 不过有时候拖篮 我把这个拿来附近 跟他讲说 帮我切割 去哪边找资料 去A里面帮我把资料调过来 把你调过来 OK 逗点 第二个问题说 那你要start 有没有 start 其实就start 哪一个字开始 那意思就是从A开始 但是A的下一个 A加1 有没有 意思就是前刮五的下一个字开始 在逗点 lex就是长度 几个字的意思 其实就刚刚那个一样的道理 那就是什么 把后刮五的位置B B减掉A 多一个字 减掉E 在后刮五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的话 你看得懂吧 其实等于是把什么 把那个刚刚在函数的逻辑 搬到VBA而已 其实那只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找那个 前刮五跟后刮五 把它改 fine函数把它改成 这个in3 把得到的资料 暂时存在变数里面 在做切割 OK 那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执行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执行就会出现 把它先清除一下 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马上出现错误 什么错误呢 如果你看到错误 不用紧张 按下真错 那按下真错之后 请你再去check一下 到底哪边会出错 所以你把游标 我教给一个方法 游标放在A上面 它出现零 游标放在B上面 A是零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会先抓什么 抓这个资料 那赵大棚里面 有没有刮五 没有嘛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计算的结果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长度 零减零 减一 负一 那个mid 他意思说 你要几个字 我要负一个字 他看不懂 他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如果要避免说 A跟B 其中一个是 那个错误的话 就是等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不应该让他置 所以这边 请各位在上面这边 多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其实在我们 刚刚的公式里面 有加了一个 这个if air 就是过滤那个错误 那在VBA一样 你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特别需要 这个也是后面 我们要讲的逻辑部分 那逻辑怎么下 if VBA里面一样 逻辑是if 如果什么呢 如果A A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表示是 他找不到刮断 所以我要 能够要抓中间的资料的话 是当他不等于零 那不等于零的话 VBA记得是写一个这样 小于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等于的话是这样 不等于的话记得 叙述方法不太一样 如果A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空一个 then 然后呢 才去帮我做下面的事情 否则都 就是如果等于零 那你就做会错 OK 但是特别需要 底下请你按个tap键 那 and if的话呢 记得 一样 他会有个头 也会有个尾 那尾的话就and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当他不等于零 意思说他里面有刮斧的情况下 他我们才会进到这边 反之就不要进去 他不会不要进去的话 就意思就是跳过去 他就从 如果等于零 跳过 所以我把这个程式 其实在VBA里面 如果你程式写完改完之后 还有一个技巧 你可以把这个箭头往上拉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让他程式回头的意思 再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他执行看看 执行 这样就跑完了 不过我再把它执行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 OK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OK 程式就写完了 大概是这样的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如果我们不是要 要把那个公式丢出去的话 那我是从上面复制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把那个刚刚的那个函数部分 转成什么 In3 那记得 因为我要把它记录牵挂的位置 所以多一个A 多一个B 然后如果A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再切割 表示说有牵挂虎的情况下 才去做里面这个事情 OK 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 我们就多一个按钮 那这样子把它执行过 应该就OK了 把它执行清楚 执行 这样子大功告成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来吧 还给各位一下 这些的话 尽量就是用理解的 因为这些东西 基本上呢 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就说在Excel里面的函数 跟VBA里面的函数 它有些部分名称是一样的 但有些部分名称不一样 所以为了说呢 我们要在VBA里面用VBA的函数的话 那我们有把Find改成In3这个函数 另外的话就是说多一个 你找到那个位置 你要给它一个地方先暂存 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变数 那那个变数A 等于抓到的位置 跟B 等于那A跟B的名称自己取的 你不见得一定要叫A或B 你叫别的名称也可以 不过习惯上 我会取比较简单的名称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稍微试一下